文身 坏孩子的专属物 我个人认为并不是 并且在NBA 它可能是一种文化的象征 更代表着一种信念 放眼望去 NBA球员 现在大多数球员都有文身 文身更是五花八门 科比 詹姆斯 以及艾夫森等 用文身激励自己 这些球星文身 传达了许多故事 其中不仅包括 励志的 忏悔的 当然还有感人的 下面为大家讲述 十大球星文身故事 一 科比布兰特 为爱忏悔的文身 英俊强奸事件发生后 科比为了彰显 对妻子瓦尼莎的忠诚 下定决心 做出了一项 惊人的决定 尽管他以前 从未有过文身的念头 但他决定在右臂上 刻下了对家庭的深爱 这个文身是蝴蝶王冠 象征着家庭的完整和美好 蝴蝶王冠的设计 包括了以下元素 首先老婆瓦尼莎的名字 在拉丁语的意思是蝴蝶 其次是双翅 左翼代表着科比 最后科比在文身上 还添置了圣经赞美诗 二十五章的一节 赞美诗其中一段是这样说的 以表达对妻子的赞美和真实 此外科比的手腕上 还刻着两个小公主的名字 分别是 Nitalia Brandt和Jonah Brandt 这显示了他对自己女儿的 深爱和责任感 这些文身不仅展示了 科比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情感 也成为了他生活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 阿伦艾夫森 中字文身 当艾夫森在1996年 以状元身份出入NBA时 身上满是文身 这样人们将他视为 坏小子的象征 他在所有的文身中 最掩人注目的 无疑是锦上的中字 这个字也最能体现 艾夫森的性格特征 一个中字将艾夫森的仗义之情 表现得淋漓尽致 其他文身也各自代表着不同含义 比如SI的代表他的成长地 纽波特东岸 Bad News 则是他小时候经常去的一座球场 NBN则代表球场的缩写 表达了他对儿时打球生涯的怀念 Dainese D-Rider 则意为骑士王朝 I Miss My Homies 意为我想念自己的家人 而EAL则是他母亲 安妮的姓名缩写 Tiara and Deuce 则是他儿子和女儿的名字 3.特雷沃 阿里扎 胸前闻着他去世的弟弟 1996年3月18日 阿里扎全家来到韦内瑞拉 看他继父打比赛 当时5岁的弟弟TH 在保姆的看管下 在宾馆休息 不料却在窗边 失足滑落 从高楼坠下 最终不幸身亡 在此后 很长一段时间 阿里扎都无法摆脱这个阴影 他的脖子 胸部和手臂上 刻上了纹身 以纪念自己的弟弟 纹身上分别刻着血浓于水和 安息宝我想你 胸前则是弟弟的头像 到了2008年 阿里扎也终于当上了父亲 为了纪念弟弟 他将儿子取名为T.A.G.H. 将其视为他弟弟的新生 4.特雷西 麦克格雷迪 手臂圣经纹身 在麦迪身上所有的纹身中 最显眼的 要属左臂的花纹 和右臂上的一页圣经 右臂上的一页圣经中 最经典的一句是 凡是为攻击我而制造的武器 必将毁灭 凡是在审判中攻击我的言论 必将被定罪 这句话代表着麦迪 在面对质疑时的鼓励和动力 此外 当他的第一个女儿降生时 他在左胸口纹上了女儿的头像 而之后他的儿子的头像 也被刻在了右前臂上 这些纹身反映了麦迪 对家庭的珍视和对孩子的祝福 他希望上帝能够保佑自己的孩子 让他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来自德州的德龙江 德龙德州制造 刻在了他的左臂上 这是他对家乡的骄傲和自豪的象征 尽管后来他加盟了炎湖城 并转战新泽西 但他始终保持着对德州的深厚感情 并将这种归属感铭刻在左臂上 右臂上的纹身则展现了德龙的野心和力量 一只凶猛的老虎 这个图案使他在球场上 更加显得霸气和强害 值得一提的是曾经右臂上文有一只体积较小的猎豹 但后来德龙用老虎的图案覆盖了之前的猎豹 这显示了他的成长和变化 以及对自己形象的重新定义 六 勒布朗詹姆斯天之骄子纹身 勒布朗詹姆斯的背部文有一行 写目大字 Chosen One 这是他的第一个纹身 据称是在高中时期文的 MBA官方解释这个纹身的含义是天选之子 这与他被誉为小皇帝的称号完美契合 象征着他一朝成为King 真正的天选之子 据报道 勒布朗詹姆斯全身多达惊人的36处纹身 除了高中时期在后背上的纹身外 他右臂上还有一个狮子头 左臂上则有Hold my arm 掌握自己的命运 与F3的纹身相似 随着进入联盟 勒布朗逐渐在身上纹了更多的纹身 如今他的两条强壮的臂膀上 已经没有剩下多少空地了 G 德里克罗斯 右臂耐心纹身 罗斯的左臂纹有一个巫师 一手拿着法杖 另一只手抓着篮球 背景上印有The Great Podney的字样 Podney纹身的原形是一个受组织的巫师 传说中他一身形术 最终像一个从不相信魔法能量的人低头 这个纹身象征着罗斯的勇气和决心 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他都能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记忆克服一切 而罗斯右手臂上的两个中文字 耐心则代表了空位最重要的品质之一 在篮球场上 耐心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素质 他需要球员 在面对对手的防守时 保持冷静和沉着 找到最佳的进攻时机 罗斯用耐心逐渐成长为一名 有气质的巨星 这个纹身也见证了 他在篮球生涯中的成长和奋斗历程 8.卡米隆 安东尼 WB纹身 WB是安东尼家乡缩写 尽管安东尼在加盟金块之后远离了他的家乡 但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从巴尔蒂摩走出来的 在丹佛效力期间 他虽然为球队做出了巨大贡献 但未能实现个人和球队的理想 于是安东尼决定转投纽约尼克 这让他更加接近他的家乡 对于安东尼来说 这次转会不仅仅是追逐冠军的选择 更是回归家乡的向往 他希望能够在离家更近的地方继续打球 并在那里追逐他的篮球梦想 因此转会纽约对于安东尼来说 意义重大 其中融合了诸多个人和家庭因素 9.昌西 比鲁普斯 4号斗士纹身 比鲁普斯的左臂上纹着一名拿着篮球 穿着4号球衣的球员 这便是他自己的写照 自从高中至大学 比鲁普斯最爱的号码就是4号 而King of the Hair是一部动画片 主角汉克希尔 是一名老气的干苦力的男人 尽管生活艰辛 汉克依然保持沉着镇定 这使他一直保持希尔家的一家之主的地位 比鲁普斯希望自己身上所有的纹身 都有着特殊的含义 King of the Hair是自己最喜欢的一个 他说 和汉克一样 我在NBA的生活也充满了艰辛 我始终在和压力作斗争 每次看到自己身上的纹身 比鲁普斯就会告诉自己 我是最强的 没有人能够战胜我 10.布兰登詹宁斯 Young Money纹身 Young Money译为年轻的现金 形容一个人拥有大心灶和充满活力 对詹宁斯来说 这个纹身展示了他的进取心和自信 值得一提的是 詹宁斯曾表示 Young Money是他妈妈从小给他的昵称 长大后他依然很喜欢这个昵称 于是选择将它印在自己的背上 这也是对他妈妈的一种尊重 以及对母亲教会的紧禁 这个纹身不仅仅是对自己勇敢自信的一种展示 更是对家人情感的一种表达和怀念 好了 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各位小伙伴如果有什么建议或者意见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